以斯拉纪第一章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成就他借耶利弥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灵,使他通告全国,下诏书说。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余。 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游大的耶路撒冷,建造在耶路撒冷之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他是神,愿之人的神与他同在。 凡于圣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处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支柱他,另外也要跪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于是,犹大和毕亚敏的宗族首领、祭司、立位人,就是一切被神机动踏灵的人,兜起来要上去建造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宝物帮助他们,另外还有各样甘心献的礼物。 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些器皿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拿出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些器皿拿出来,点交给犹大的首领,摄巴萨。 器皿的数目积在下面,金盘三十个,银盘一千个,到二十九把。 金碗三十个,次等银碗四百一十个,别样的器皿一千件。 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 贝鲁的人从巴比伦被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摄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以斯拉纪第二章 从前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间洗到巴比伦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贝鲁道之地上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这些人记在下面。 他们是同着索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西莱雅,利莱雅,莫迪改,碧山,米斯巴,比格瓦伊,碧红,巴拿回来的。 以色列民中男子的数目记载下面。 巴鲁的子孙二千一百七十二名。 士法提亚的子孙三百七十二名。 亚拉的子孙七百七十五名。 巴哈摩亚的子孙属耶稣亚和约亚子孙的二千八百一十二名。 以兰的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名。 萨土的子孙九百四十五名。 萨改的子孙七百六十名。 巴尼的子孙六百四十二名。 比拜的子孙六百二十三名。 亚甲的子孙一千二百二十二名。 亚多尼干的子孙六百六十六名。 比格瓦伊的子孙二千零五十六名。 雅丁的子孙四百五十四名。 亚特的子孙属西西加子孙的九十八名。 比赛的子孙三百二十三名。 约拉的子孙一百一十二名。 哈顺的子孙二百二十三名。 吉巴尔人九十五名。 柏利恒人一百二十三名。 尼陀法人五十六名。 亚拿图人一百二十八名。 亚斯玛福人四十二名。 基列耶林人、基菲拉人、比路人共七百四十三名。 拉玛人和加巴人共六百二十一名。 木玛人一百二十二名。 伯特利人和爱人共二百二十三名。 尼泊人五十二名。 莫比人一百五十六名。 另一个,以兰的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名。 哈林的子孙三百二十名。 罗德人、哈蒂人、阿罗人共七百二十五名。 耶利哥人三百四十五名。 西拿人三千六百三十名。 祭司的数目记载下面,耶稣亚加耶大亚的子孙九百七十三名。 阴脉的子孙一千零五十二名。 巴施霍尔的子孙一千二百四十七名。 哈林的子孙一千零一十七名。 必为人有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数何达为亚子孙的,共七十四名。 歌唱的有亚萨的子孙一百二十八名。 守门者的子孙有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谷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共一百三十九名。 奠义有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俄的子孙、基律的子孙、西亚的子孙、巴顿的子孙、利巴拿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雅谷的子孙、 哈甲的子孙、萨姆来的子孙、哈南的子孙、吉德的子孙、加哈的子孙、利亚亚的子孙、利逊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加善的子孙、乌沙的子孙、巴西亚的子孙、比赛的子孙、 亚拿的子孙、米乌宁的子孙、尼普辛的子孙、巴布的子孙、哈古巴的子孙、哈呼的子孙、巴西律的子孙、米西大的子孙、哈沙的子孙、 巴克的子孙、西西拉的子孙、达玛的子孙、尼西亚的子孙、哈提法的子孙、 所罗门徒人的子孙、尤索泰的子孙、索匪列的子孙、比露大的子孙、 亚拉的子孙、达昆的子孙、吉德的子孙、 士法提亚的子孙、哈提的子孙、波黑列哈斯巴因的子孙、雅米的子孙、 殿义和所罗门徒人的子孙共392名 从特米拉、科哈萨、基律、鸭旦、阴脉上来, 却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和士气是不是以色列人的,记载下面 地来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52名 祭司的子孙中有哈巴亚的子孙、哈格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 巴西来因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按其名叫巴西来 这些人在家谱的记载中寻查自己的记录,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 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巫灵和土鸣决疑的祭司兴起来 全会众共有42,360名 此外,还有他们的仆毙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 他们有马736匹,罗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 有些宗族的首领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 便为神的定干心献上礼物,要在原池靶殿重新建立起来 他们按力量捐入工程库的有金子61,000达利克 银子五千弥拿并祭司的礼服一百件 于是祭司、立位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殿义 并以色列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 以色拉纪第三章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 都起来尽造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凡祭 他们因惧怕临近朱棣的民 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历谈 又在其上向耶和华献凡祭 就是早晚的凡祭 他们又照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彭杰 日日暗述照例献上每日所当献的凡祭 其后献长献的凡祭 并在月朔与耶和华所定 一切分别为胜的节肌献祭 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 从七月初一日起 他们就向耶和华献凡祭 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 木匠 把粮食 饮料 由给西顿人和推落人 使他们将香薄树 从利巴嫩运到海里 扶海运到约帕 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 众人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 第二年二月 撒拉提的儿子索罗巴伯 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 和他们其余的弟兄 就是祭司和利卫人 并一切被鲁归回耶路撒冷的人 都开工建造 他们派利卫人 从二十岁以上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 于是犹大的子孙 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 贾灭和他的子孙 并有利为人西拿达的子孙与弟兄 兜起来如同一人 都里在神殿做工的人 将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百姓首领所派的祭司 穿着礼服吹号 雅萨的子孙立位人 敲伯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指定的 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 赞美称谢耶和华说 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人永施慈爱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众民大声呼喊 因耶和华殿的根基立定了 然而 有许多祭司 立位人 宗族的首领 就是见过先前的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离这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 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 以为众人大声呼喊 声音远处都可听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